本来姐姐本来姐姐 你是怎么拥有一万个迷你斗的呀 这 本来姐姐你就告诉我吧 我妹妹名上的吉林作季 太辛苦了三天下夜呢 我再不帮她解说 我只要失去这个妹妹呀 可是 你要是能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我就给你点强烈推荐 放心 交给我 不就是一万个迷你斗嘛 这个太简单了 只要我们每天去家园 收获一下免费的豆豆 或者去图鉴 回收一些用不上的东西 再或者 来珠梦礼盒这里 开免费的礼盒 这 今天没开到豆豆 要不就是 直接去中库里使用一些 用不着的装扮卡 或者礼包 兑换豆豆 如果这样都不行 那就直接去用50个迷你币 买烟化 一下能增做300个迷你豆呢 你给我几个呀 这些方法 我找就用过呢 我想要知道的是 怎么能免费 一次性直接获得一万个迷你豆 这粉丝 年纪不大 野心到不小 你再不告诉我 这只怪呢 别 办法总比困难多 别急嘛 我这就教你 听说评论区可以翻语音了 新学期还有新暗号 来看看你们对得上吗 那就是 雷廷嘎巴 无情哈拉少 ZBC 还记得我上次直接提讯了一万个迷你豆解锁小淘气的事吗 所以这个问题根本难不倒我 大家是不是好奇 你这么多迷你豆都是哪来的 现在就告诉你们 首先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迷你号里 创建一个开发者模式的地图 随便什么地形都可以 进去之后别看它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但是只要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随便用笔刷刷点东西 哎 这不就有了吗 嗯 重点不在这儿 而在于右上角一个手提袋一样的图标 没错 这就是商店 我们可以在地图里 卖任何我们想要卖的东西 比如说方块 杂物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卖个玉米粉吧 你可以选择 让别的玩家用迷你币 或者是迷你豆 甚至是迷你底 来购买你的玉米粉 你还可以任意调节价格 比如说 我卖一套个499个迷你豆 什么鬼 你这是收电影来去黑店 499种迷你豆的玉米粉 你就不怕职修吗 哎 你们都能想到的问题 我能想不到吗 所以我的重点 不是在于卖玉米粉 而是要结合游戏 买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首先我们可以去右上角的小房子这里 来支援工坊 搜索任何我们想要的商品 比如说 一个化妆粉底 随便下载一个自己喜欢的 把它拿到地图里之后 再点击右上角的第4个图标 我们新建一个修改道具 把彩蛋的道具模型 修改成为刚刚下载的化妆盒模样 如果你需要的话 还可以在属性这里进行任意调节 甚至是给它增加一些奇奇怪怪的技能 这里我们就不需要了 直接保存后进入地图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地图里用化妆和代替彩蛋 对我们在地图建造的模型进行化妆了 对了 别忘了在商店里把我们的彩蛋给上架 货币类型就选迷你豆 比如说250克迷你豆的价格怎么样 你们觉得会有人购买吗 只要有人购买 他花的迷你豆 就会到你的迷你招呼里来 这下知道我那一万个迷你豆 是怎么来的了吧 学会了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个强烈推荐哦